2019年12月23日犯罪行侦体谈新剧《谁是被害者》曝光卡斯 主演张孝泉、徐伟宁、林旭如等人 技术到场助阵宣传 林旭如与好闺蜜徐伟宁的再次合作十分引人期待 该聚焦于2020年4月30日上线 张孝泉一席牛仔路可男人味十足 依旧帅气有心 林旭如一席羞泉小黑群大冷天秀腿不惧野寒 开心大笑难言喜悦之情 不过此次亮相的她因皮肤又黑被网友调侃 林旭如是去做美黑了吗 除此之外林旭如现场圣图与工作室发布的经修图 差别不止一点点 虽然皮肤比王日黑了不少 但精致的五官依旧一点没变 左手无名指的钻戒和右手绿宝石建制金钱富婆本质 贵气十足 与好闺蜜林旭如不同的是 虚远年简直白刀发光 紫色短款外套配皮裤格外尬面是毛 两人同框色差太出戏 好姐妹实力上演黑白配 而在工作室的经修图中 两人肤色几乎零色差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说出自己的想法吧